据外媒,好莱坞知名男影人约翰尼德普 与今年决定起诉前妻艾米伯·希尔德 索赔5000万美元,理由是长期的名誉损害 一段德普向艾米伯发怒的影片曝光 片中,他不断在厨房撒酒瓶又咒骂 但德普亲友称这段影片经过大量剪辑 指控在不见的片段中,艾米伯甚至笑嘻嘻地试图激怒德普 因为这全是艾米伯所设的局 2017年1月14日 约翰尼德普与艾米伯·希尔德正式离婚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